好兄弟我是游方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的话我发现有一种视频的类型形式非常的火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概的案例 比如说关于这个美女的故事 上面的话是真人在说 我们点开他的短视频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话是他真人出镜 下面的话就是用AI生成的视频 以往的话我们只是用AI来生成视频 没有真人的出镜 他这种形式的话就非常新意 那上面的话是真人 下面的话可以用AI生成各种照片 他的短视频是这样发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长视频 他的长视频形式依然是这个样 只是说他把这个短视频做成了16比9 里面的内容 时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8分钟 那为什么要制作超过8分钟以上的视频 因为超过8分钟以上的视频的话 油管的话他就可以插播两段以上的广告 广告插播的越多了 看一下他的总播放量 总播放量的话已经超过了100亿尺 非常的厉害 详细的话他玫瑰的广告收入也非常的可观 今天我会详细介绍这种操作方式 让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如果说你想加入油管的合作伙伴计划 也就是你想在油管上面赚钱 那他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如果说你做的是长视频 那需要在你过去一年以内 至少有1000名订阅者 有效的公开视频的观看时长需要达到4000小时 如果做的是这种9比16的短视频 他也要求你需要在过去90天以内获得1000名订阅 有效的短视频的观看次数需要达到1000万 那如果说你好好学习今天的这个方法 达到这个要求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来聊聊怎么样可以快速破圈的方法 但是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油管的短视频的算法 是怎么样运作的 它的原理是怎么样 那需要知道短视频能不能活 其实不是靠运气 算法会选出最好的最有趣的视频 推荐给更多的观众 这个中间的关键在于观看时长 也就是玩播率 如果说你能让观众从头看到尾 甚至反复观看 那你的视频的话就有机会活 算法的话它可以非常的精准识别出 优质的视频 然后推荐给更多的人 但是吸引观众留到最后还是有点难度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短视频上传 所有的视频都在争夺观众的注意力 如果说你的内容不如别人 那他们就会划走 观看时长贝拉蒂 算法的话就不会继续推送 所以要让观众从头看到尾 你需要严格执行 接下来的每一步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短视频 比如说我点上面短视频 点最新的视频 播放量的话都是四万五万 哪一万八万 它的频道的话 基本上都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制作 做简单的故事类短视频 但是它这些故事短视频的话都非常的吸引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长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标题的话非常的吸引人 比如说这个阴谋论毁了他 他们永远抓不到他 警察什么摧毁了他 大概的话都是 这种视频的话 你一看你就先点进来看一下 有些兄弟可能在想 这个人他露脸了 但是我知道有些兄弟他其实拍视频 他是不想露脸 不用担心 那我还会分享怎么样用AI来制作这种视频 你完全不需要露脸 不需要出声音 全程露脸出镜 最终效果的话可能比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效果还要好 不过这种教程如果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做过 可能会有点复杂 所以为了让整个流程更加简单 我还特意整理了关于今天视频的一篇文章 我会把文章放在我的网站 AI有风.com这个网站里面来 我把所有的步骤 提示词 也就是等一下我们用AI用到的提示词 还有需要的软件都写到这个文章里面来 需要更多一步一步完成就可以 好了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来进行内容的创作 那一个视频能不能火视频的脚本非常的关键 尤其是在讲故事的领域 如果故事没有意思 观众的话可能会一化而共 所以关键在于怎么样讲好一个故事 让人听着就觉得有意思 那比如说像老高这个频道 也就是讲一些比较魔幻的故事 刚才这个老外和老高这个频道的话 其实是有相似之处 那不过讲故事确实不简单 如果说你没有写过脚本 那自己编故事可能会比较难 我们可以参考已经火爆过的内容 模仿成功的套路 因为一个故事火过一次 那再火的概率也不小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点 如果说我们直接抄袭别人的脚本 这样的话肯定也是不行的 而且也可能存在版权的风险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已经火过的脚本 当成一个参考 用AI的话帮我们生成一个全新的脚本 那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频道 它的短视频 比如说第二个视频 我想模仿它这个短视频的脚本来做一下 那具体怎么呢 首先我们点击右键 我们复制一下它的链接 我们首先把这个短视频的链接复制一下 模价可以在Google里面搜索油管视频下载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网站 那你们随便点开一个进去 把链接粘贴到这个地方 点击右边下载 你先把这个视频的话给下载下来 这里比如说我们先选择下载 下载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下载高清 我们只需要下载一个普通的视频 这些网站一般广告比较多 我们把这个广告关掉 然后视频出现以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三个点 我们先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 这种油管视频下载的网站 一般广告 弹窗广告非常多 弹窗的广告非常多 大家足以区分 因为人家这种网站 主要是通过这种视频弹窗广告赚钱 因为它是提供免费给你用 那你多少你也得做一点贡献 它的弹窗广告你必须要接受 这个视频我已经下载好了 接下来我会用到另外一个工具 大家不用担心 本期用到所有的工具链接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需要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打开这些链接 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 打开这个网站以后 我们点击左边 这里有上传视频点下 那如果说你英文不好的话 你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沉浸式翻译 那你直接在Google里面 搜索呈浸式翻译就可以了 那我们刚才需要的文件 比如左上角这个文件 我们刚才已经下好了 直接拖进来 那或者说点击这里浏览也行 我直接拖进来 拖进来以后 这里它正在进行上传 那如果说你的视频 比较长可能上传 你这里需要等一会 当左下角变成蓝色的时候 那你点击一下转入 而它等一下会把我们刚才 这段视频的语音 转化成文字 当然的话简印的话 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简印里面有识别字幕的功能 那也是也是可以用的 不过这个网站用起来比较简单 这里的话很快的话 它已经把我们转入好了 那我们不能直接复制这个脚本 那脚本和文字作品 可能有些会有版权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复制 我们来先把这段 首先我们先把这段脚本复制下来 那我首先先把沉浸示范译给关掉 不然你复制出来会是中英文 复制一下它 接下来需要用到我们最好用的AI工具 掐GPT 今天我教大家做的 其实是英文类的一个视频 那因为英文类的视频 会更广一点 而且英文类的广告费 会比中文高几倍 所以说大家可以跟着我来一起来做 不会英文没有关系 现在AI这么强大 那我用的GPT的版本 我用的是GPT会员版 也就是GPT4 发生出来的效果的话会更好一些 那我会给GPT这样一段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的话 我们会告诉AI 就是根据我们刚才转入的脚本内容 生成一个风格相似的故事 但是我告诉他情节需要不同 而这个提示词的话 那本期会用到极端提示词 我都会放到我的网站 AI有风.com 这个网站里面来 那链接的话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 那我网站的链接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那兄弟们到时候可以直接复制来用 那我给GPT提示词是这样的 我给GPT提示词是这样的 我建了一个新的油管频道 我准备发布视频故事 那请根据我以下的案例 帮我写一个类似的故事 不需要完全相同 但是我希望使用相同的风格 让它变得非常的有趣 然后最后一个要求就是 这个脚本的市场大概是一分钟左右 那接下来我们把我们刚才这段复制过来 按下键盘上的 Shift加N-T 如果说你不按Shift 它会直接发送 把我们刚才这段提示词粘贴过来 接下来点击发送 我们来试一下 下面的话是我的案例 很快 GPT的话根据我们以上的风格的话 把我们写了一个相似的故事 有了这段故事 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因为它是中文 我们做英文的视频 我们需要翻译成 那我叫他用英文写 接下来他会把我们上面这段提示 实际翻译成英文 他会把我们上面的提示翻译成英文 这个故事的话 就是一个小镇上有个游地员 他是 他是什么阴谋论爱好者 他相信政府在控制我们的思维 等等等等 打开的话就是这样一个 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 而故事的话 你们后面可以慢慢研究 那你们今天先来学习 那我这个方法是怎么样操作的 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故事不满意 你还可以再叫他生成 再生成一个 再生成两个 再生成十个都可以 那反正我们上面的话 已经给了他案例了 有了案例以后 那他再帮我们随机编一个故事 也非常的简单 那这样的话我们既 这样的话我们既得到了原创的内容 那也避免 也避免了版权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是用GPT的免费版 可能生成出来的效果 可能没有这么好 那怎么样从GPT的免费版 升级到GPT的会员版 那有风之前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教程 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如果说你申请GPT会员 那它是不支持我们国内的银行卡的 这个时候你需要拥有一张国外的银行卡才可以 不过没有关系 既然有需求 现在市面上就有很多解决方案 那这里有个网站叫做BVL的Card 可以帮你申请一张国外的虚立银行卡 有了这张卡 我们就可以进行购买GPT的会员服务了 来到这个网站看的是英文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 中英文切换 把它切换成中文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 轻松的申请一张国外的虚立银行卡 有了这张银行卡 我们就可以来订购 你想要的国外的很多软件的服务 非常的方便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申请一张 相关链接的话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来到这个网站以后 你只需要点击上面立即体验 我们选择第一个VL的卡的支付会员 支持GPT Cloud等AI产品支付 还支持什么苹果 Google的应用商店的绑卡等等 点击立即开通 这里的话点击开通会员就可以了 那它的价格的话是 11.992年 那你通过有缝这个链接进去的话 会优惠20% 大概的话就是9.92年 同时手续会是3.5 如果说你遇到有任何关于这个卡的问题 你点击右下角 联系他们客服 咨询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里开通会员 这个时候输入你的手机号 然后跟着它后面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办一张 那回答我们的正题 最后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段故事的话给复制下来 比如说我复制上面这一段 打开我们的祭祀本了 粘贴进来 如果说你英文好的话 你可以把它读一下 看一下上面有没有其他问题 或者说不通顺的地方 那你可以稍微改写一下 脚本准备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 而下一步的话 我们就需要进行声音的设计 参考的这个频道的话 它是用的它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你不想用自己的声音 那我们可以用AI来进行语音的合成 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这种AI语音生成的网站 在英文领域 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11实验室 也就是11labs 相关链接的话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来到这个网站以后 我们点击左边 开始 这个网站最近的话 这个网站的话 它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可以让我们的视频的声音的话更有特色 首先进入11labs以后 你可以点击 那你可以首先免费注册一个账号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用的话 来到声音合成的界面 它里面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语音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ADAM这个声音 为了让我们的视频原创度更高 那我们一定不要选它里面比较热门的声音 因为用这个声音的人太多了 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声音呢 我们需要一个非常独特的属于你自己的声音 让我们的视频与众不同 所以我建议不要用里面被使用过无数次的预设的声音 听上去可能有点复杂 但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点击左边的语音 然后在右边 这里有个增加新的声音 点一下它 里面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 有声音 第一个是声音的设置 第二个的话就是语音的克隆 如果说你想用你的腔调 用你的音调来说出这段英文 那你可以克隆你自己的声音 也可以选择第二个 只是说它是需要它的付费版才可以 付费版也不贵 那差不多最低的好像只要5美元 那一会员 如果说你想克隆你自己的声音 那你可以选择下面 那订购它一个会员就可以了 那我们选择第一个声音设计 在这里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 设置一个专属的声音 在这里的话 在第一个地方 它有点像XLGPT 那你可以给它一个段提示词 这段提示词你可以包含一些 比如说性别 国籍 年龄 语气 还有各种细节 因为我们想模仿的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的声音可能是一个 大概一个30岁左右的男性 那口音的话 那可能是标准的美国口音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来设置一下 那当然这上面有一个随机任意 它会任意的话帮你想一些声音 比如说一个中年的 美国这次旅行 改成一个男性 有个比较清楚的声音 什么自信等等的 大概就类似这个样 美国中年男子声音清脆自行 而富有魅力 大概就是什么 刚才这道话 你可以点击这里 生成语音 来大概听一下 如果不满意 你就重复这样的步骤 多生成几次 直到你满意为止 这里声音已经生成好了 你可以点击这下面几个声音 你可以来视听一下 你觉得这个可以 你就选择右下角选择声音 那你可以给这个声音另一个名 它标签的话 你这里可以 比如说给它弄个标签 比如说这是英文 我们就给它们搞个英文标签 这里保存声音 这样的话 你就自己设置了一个专属的声音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左上角 左边文字转语音点下它 中间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我们掐GPD生成的这段话 把符子过来 然后粘贴进来 下面左下角选择声音的时候 就选择我们刚才设计好的 比如说我这里设的声音 它的名字叫有峰 我点一下它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点击右下角生成声音就可以了 声音生成好以后 你可以点击右边下载按钮 我可以把我们刚才生成的声音给下载下来 本期下载下来以后 接下来我们需要来剪辑一下 因为用11实验室生成出来的声音 它中间会有一些停顿 我们可以用剪映来稍微简单的剪辑一下 那我们先打开剪映 点击左上角导入吧 我们在刚才声音导进来 导进来以后 我们先把它拖到主管 轨道上面 点击右边放大 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话 会有很多这种 中间间段的部分 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段的话它会放了 它会拨到这个地方 它会停顿 这就是AS生成出来 有时候会有这么一点小问题 没关系 我们点一下它 点击分割 在右边拉到后面来 再点击这里 向左 拆剪 这段的话就会被拆掉 再往左边拉过来就可以了 后面的话也是原理一样 点击分割 拿到后面 把中间这一段空白去掉 以此类推 所以把我们整段视频中间这种 空格的话 都把它给剪掉 大家的话需要花点时间 耐心去把这段视 大家这里的话需要稍微 花点时间来剪一下 如果说你觉得这种方法 有点麻烦 没有关系 在视频最后 会分享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只是说那种方法 可能需要付费 那如果说你是付费的玩家 可以选择那种方法 这里的话免费的话 我们就自己辛苦一点 我们自己在这里 把中间的 停顿 那全部给剪掉 那这里还有个小技巧 我们最好在我们声音的最后 加上这一句话 就是提醒别人评论 也就是一个行动号召 比如说这句话 我给大家翻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最后一句话就是 如果说你想了解 比如说这句话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你故事里面的情节的主人 叫做有风 比如说如果说你想了解有风的下一半部分 请评论故事 大概的话就想看我这个故事的下一节 那你可以在下面评论 那我可能会根据评论的次数 来考虑要不要制作下一个段故事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行动号召 那当然我们需要用英文 现在要点击右下角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以后一样的点击走上下导入 把它拖放到我们最后一段 我们最后一个行动号召就行了 全部制作好后点击右上角导出 这里导出的类型我们选择音频导出 选择NP3 直接点击右下角导出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声音的话就已经设计完了 接下来一步就是来生成我们的角色的形象 如果说你不想露脸运营这个频道 那我们需要找到另外一种方式 来打造我们的频道IP的形象 现在的话每天的话 在油管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频道 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虚拟主播 有方之前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制作AI的虚拟 AI的虚拟主播 那这个教程的话说的也很详细 感兴趣小伴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用AI生成这样一个AI的虚拟形象 那这样的话观众的话 就可以第一眼认出你的账号 那慢慢的话你就可以形成一个IP 那毕竟的话 如果说毕竟如果说我们只是用AI图像讲故事 那谁都可以做 那观众的话也可能很难记住你 比如说有风这个频道的话 目前的话有4万5的粉丝 那我这个形象的话就是用我的头像 可能大家在首页的时候经常看到油管推送 看到我的头像可能就会点进来 那这就是这个头像的重要性 这是我说的这种AI序的形象 那我们需要生成一个就像他这个频道一样的 非常真实的人物的形象 那我们设计的这个人物 如果说你不仔细看 那你甚至区分不出来的是不是真人 那有风经过很多次尝试 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设计这个角色的形象 它的脸长什么样 而这个没有特定的标准 那你可以选择任意一种风格 比如说一个男人女人 还有猫鱼等等都可以 只要观众能记住就行 我可以借助AI借着掐GPT 来帮你描述一下你的角色 在描述这个角色之前有三个关键的要素 必须要包括 第一个就是这个角色的基本特征 比如说他的性别年龄 发色眼睛的颜色 还有他穿什么衣服等等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背景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整个人物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他是在卧室 在办公室 或者说在山上 在户外等等 而最后就是他们需要面向镜头的角度 还有视线的方向 他就是正对着直视镜头 那这一点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关键 接下来我们打开一下GPT 我们叫GPT来帮我们设计一下这个人物形象 然后把这段提示词粘贴到这里面来 这个文档的这个提示词非常长 同样的话我也会把这段文 同样的话我也会把它放在我这个网站里面来 当时我兄弟们进到我的网站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链接会放在视频下方剪辑里面 这段提示词大概是这样的 我写好了一个新的油管的视频脚本 这个脚本是讲的故事 而现在我想为他设计一个人物形象 那我给GPT的任务就是帮我设计一个思路 比如说我想让这个角色一个 比如说我想让这个角色大约28岁左右的男人 有没有看我模仿的这个频道 也就可能30岁左右的一个男人 他有什么样的头发眼睛 穿着T恤或者之类的 他面对着镜头 这里有个直视镜头 这个非常关键 如果说你不加这个 他可能就斜着看或者上着看 或者说他没有对着镜头 这一点非常关键 图片要非常的逼真 那请把这个想法转化成一个文字描述的设计师 那AI的话会把我们刚才的信息转化成一个详细的设计方案 不过的话这个设计的话我们不能用来直接生成图像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让AI把设计想法转化成一个适合于图像生成的简短的文字提示词 那本期视频我会用到雷拉的AI来生成图像 那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那接下来我把第二段提示词发送给他 我说还不错 请把这个设计思路转化成可以在雷拉的AI中使用的文字提示词 你可以看到GP的话很快会根据我们上面的提示词生成了这样一段提示译 接下来我们会用这段提示译来到雷拉的AI里面进行创作了 如果说你没有账号的话 你可以在里面先来免费组成一个账号 我们点击中间这个开始 因为我之前已经注册好账号了 我可以直接登录 点击中间图像生成一定选中间 接下来把我们刚才用AI生成这段提示词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这个位置 然后左边的模型我们需要选一下 因为我们需要生成一个非常真实的人物的形象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比如说中间这个电影杆 KINL我们选择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生成出来的照片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真实 当然市面上还有其他AI软件 比如说Mijiai 你只说Mijiai的话是收费的 雷拉的AI的话 他每天会给你150分 150分 150分你可以生成不少照片 这个分数用完以后你明天又来 又可以给你分数 新手的话可以先从这种免费的开始 我们选择第二个 这里生成的模型有快速还有高质量 只是说如果说你想生成质量更好的可能需要他的会员 选择第一个 新手我们先用第一个FAST来感受一下 比例的话我们选择1比1 有点像我们制作的视频的话 它是上下两件拼起来 所以说1比1的可能会更适合 而下面的话 这里可以选择生成的数量 而默认的话是4张 如果说你想选择其他章数 需要他的会员可以 那么直接选择4张 接下来把这个点这个X把它关掉 直接点击右边生成就可以了 下面AI会根据我刚才的提示 是生成一个大概28岁左右的男性的照片 很快GPT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 这就是第一GPT第一次帮我们生成的 如果说你不满意 那也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继续生成 或者说你回到X的GPT 你说 我说再来一段不一样的 然后叫GPT 稍微帮我换一个形象也是可以 28岁你这可以换成35岁 40岁25岁都可以 那你只需要吧 装加数字就换了掉就可以了 我复制一下 我觉得讲故事的话 可能年纪的话稍微大一点好 比如说我改成一个35岁 年纪稍微大一点点 看一下我刚才 这几张照片的话 基本上都是直视镜头 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比如说这张也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 那我之前的话 其实是尝试了无数次 生成了很多 最终的话 你可以挑选一个你满意的位置 比如说我觉得这张还不错 我点一下它 比如说你可以点击这里有个下载 你把这张照片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多花点时间 那直到去好好生成一下 那现在我们生成这个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图片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来生成它的一个AI数字 让它开口说话 那给它加上一些动画的效果 几年前如果说 我们想让它开口说话会非常的难 那你可能需要花费几百美元 才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现在AI技术真的非常的快 现在AI技术真的已经进步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程度 那我们可以在几秒钟以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效果 在网站上 在网上有很多软件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比如说Highbin 它可以 你中间看到这个Highbin是Highbin的CEO 这段视频的话它其实是一张照片 直接让它的照片开口说话动起来 一般人的话 你不注意看的话 你都很难区分 到底是它真正的说话还是用AI的合成 非常的强 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点击右上角3UP 注册一个账号 来试用感受一下 注册好登录进它的后台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点击左边 左上角这里 AI数字的投像生存 点一下它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比例 比如说我们选择第二种这种 这种横屏的我们选一下它 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这里 我们选择视频投像 选一下 我刚才你需要的投像的话 传进来点击这个Upload 把我们想好的投像传进来一张 比如说我刚才选的这张 我点一下它 接下来我们需要让它说什么话呢 那你需要来设置一下 左边我们选的脚本 这里有一段文字信息 那你直接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把你的脚本粘贴到这里来也可以 但是我们不会通过这种方法 因为我们之前的话 已经用11实验式生成好的语音了 我们点击这三个点 在最底部把这个脚本删掉 然后点击这里有个上传 这里选择上传吧 我刚才用简映 这里点击上传吧 我们刚才用11实验室生成声音 上传进来就可以了 上传进来就好 点击一下它 这个时候就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点击右上角提交 这里给你的视频命个名 这里输出的分辨率 那免费版本的话只能720 那如果你是付费版 你可以导出1080或者说4K 格式的话你可以选择 格式只能选择MP4 点击提交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那免费版本生成出来 会有一个小小的水印 生成完以后 大概的话会在这个界面里 会在这个界面上面会显示进度 生成完以后 我们可以点击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已经生成完了 我们点一下来看一下 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生成好的语言的效果 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播放按钮 播放就可以了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说你对这个段视频 比较满意 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 反馈一下 点击三个点 这里有download 这个视频的话下来下来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如果说你仔细看它的嘴部的动作 可能会看出是用AI生成的 但是如果说你从远处看 或者说屏幕比较小 那几乎你看不出来 它是用AI生成的 等一下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视频放在 就像我刚才这段视频放在上面 下面的话就放在我们 上面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会放上 我们这个AI蓄力数字 下面的话就放上我们的其他内容 下半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用AI来生成一些动漫风格的图像 很生动的展示我们的故事的情节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这个制作起来有点复杂 但其实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小技巧 等一下我会分享给大家 可以让他们的动画效果 比他做的这个效果会更好 就是他这个频道下半部分的AI图片 因为我们都不是提示词的专家 所以说我们会用和我们刚才设计我们角色时的方法一样 再设计一下我们下面的图片 我们点击左上角 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打开 然后在GPT里面把这段提示词发送给他 这段提示词它的工作原理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让GPT当成我们的提示词生成器 那我们会从我们的脚本中复制一句话蓝贴进来 因为刚才不是脚本已经生成好了吗 GPT的话就是会根据我们这句话 把它转化成像对应的提示词 我们根据这个提示词等一下回到雷拉道AI里面生成照片 这段提示词也非常长 我同时也是放在我这个网站里面 网站的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箱里面了 你现在扮演一名专业的提示词生成器 我已经生成好了我的脚本和配音 这是一个故事需要一些视觉的效果 你的任务就是为AI制作图像提示词 让它更符合脚本中描述的事件 我会一句一句的给你脚本内容 然后你根据那句话转化成相对应的图像提示词 那提示词有几个要求就是要保持人物的一致 然后生成出来的图像为动画的效果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它这个频道也是这种动画动漫的效果 最后一点 最后千万不要用枪支或者暴力这些词汇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频道它其实很多都是跟这种犯罪有关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枪支暴力 它可能会违反这种AI图片生成的服务条款 违反以后也就是我们生成不了照片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告诉它一下 它说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回到我们刚才生成的故事里面 比如说第一段 你可以分段来进行 比如说第一句第一段 如果说你想做的更细节一点 你可以一句一句的复制过来 当然这个方法确实有点累人 不过没有关系 等一下在后面我会告诉大家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一键生成 只是说这个方法免费 等一下说这个方法是付费 想免费的就用这种 使自己辛苦一点 多花点时间 复制第一段 粘切到几句梯里面来 那你看很快AI的话 把我们第一段梯词词已经生成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 比如说我把第二段 把第二段的第一句也蓝贴进来 发送给它 后面的第二句也复制一下 粘贴进来 那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 把我们所有的提示词的话 全部给生成出来 我这里的话已经发过去 已经生成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正式的生成照片 首先我先把我的第一句复制一下它 同样把我的提示词粘贴到这个地方来 这次的话我们的效果的话 我们需要稍微来更改一下 那如果说你竟然来看到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可以更改一下它的显示方式 那它显示的方式有两种 比如说你还可以切换到传统的模式 或者点一下它 反正就是可以在两种模式里面切换 它界面的话也会有所不同 那如果说你看到不一样 又点击右上角就进行切换 切换到这个模式 这次的话我们这次我们左边的模型 我们就要改一下 我们选择动画的效果 我们选择第二个 比如我们刚才选模仿的频道 也是这种动画的效果 当然里面的其他效果 你也可以来设一下 我觉得第二个还是可以的 我感觉它这个频道用的 就是第二种动画的效果 那当然你不一定一模一样 和它一模一样 那比例的话我们还是选择1比1 然后点击右边生成 我们的第一段 人物的形象的话已经生成出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会 你可能会想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保持图片的风格的一致 那你可能不虚忘 有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图片是白天 有时候是晚上 那我们需要保证 我们整段视频的色调的话 保持一致 那以Lilado AI的话 它有这样一个功能 它可以保持我们的风格一致 基本上这个原理就是 你给它一个张图片作为一个参考 那Lilado AI的话 它会根据你这个参考的图片 来生成新的图片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一张 比如说我们照片上的风格 比如说你喜欢哪个 比如说我喜欢第一张风格 点击下载 我先把这张照片下了下来 下了下来还有点击左上角 也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标 我们点一下它 这里有个图片风格 也就是说这里给它一种图片的风格 它就会根据这个风格 后面生成照片都是按这种调 这种调调来生成 而下面的话还有图像移植 那这种需要它的付费会员 如果说你想生成一个非常相似的 人物看起来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用它的人物一致的这个功能 可以生成延续性的人物 就可以解决你视频中 它的主人物每次可能 人物的话不一样 这个问题 它下面的话 会员版本还有个功能 比如说你生成了一个环境 那你可以用它这个功能的话 就保持你的里面生成的这些物体的形状 或者说结构一致 那也是可以 那免费版我们只能保证我们的风格一致 我们选择第一个 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 上传把我们刚才AI生成照片过来生成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Style 再点一下这个图片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Low Mid High 这里有个最大最强 我建议大家选择Low就可以了 那这个效果的话 它后面生成出来的风格 就会并接近于我们刚才给它的这个图片的风格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 把我们刚才左边所有的提示词的话都复制过来 把点击右边生成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它每生成一次的话 需要花掉12分 那免费版本的话只有150分 那用完就没有了 点击生成 那刚才我已经生成几组了 上面的话 顶部的中间会显示 比如说一共是64分 每天150分 那我刚才消耗了几组 已经消耗了 马上就要用完了 那继续点击生成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一组 再可以看到我上面的分数 它基本已经消耗完了 我再点击生成 那这里只剩下4分了 那我再点几年生成了 这次就可能已经生成不了了 这个时候它就需要付费了 因为我们刚才免费版本已经用完了 那它付费版本的话 你如果说按年付的话就便宜一点 当然你可以按月付 如果说你会获得25000分 第三个的话 唯一区别就是它生成的数量的话 可能有所不同 你点了它以后 那下面的话就是第二个 比如说你会获得25000分 第一个的话就是8500分 第三个的话就可以获得6000分 等等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要 来选择 如果说你做的视频比较多 那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30美元 60美元 那可以生成更多的照片 那比如说我选择第一个 我来更新升级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这里点击升级 那它这里输入你的银行卡 刚才已经定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分数的话 变成了8500分 那么可以来继续生成 而我的最后一段贴是 再贴进来点击生成 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照片的话 都已经生成好了 你可以点击来看一下 所以每张照片你可以来选一下 它每一组的话有四张照片 那你可以在四张照片里面来选一张 因为我们最开始给了它一张 图片风格的参考 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照片的风格的话 都是按照我们的参考风格生成出来的 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照片的话 看起来它整个视频的话有点单调 那我们参考案例的频道 它的视频其实也是加了一点小动作在里面 怎么样让我们的视频 怎么样让我们的视频动起来 这里其实有两个方法 要么的话你在后期软件中进行增加 那这可能需要花几个小时 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生成动画 要么我们可以通过 Lilado AI里面有个功能叫做图片转视频 那AI的话一键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图片变成视频 比如说这种照片 我想让它动起来我点一下它 那这里有个功能叫做图片动效的效果 我们点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你设置一小参数 那个参数的话在你一到十之间 参数越大的话 它的动作的幅度就会越大 那动作的话也就越多 注意的话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设置太高 那否则的话看起来有点变形 会有点不自然 我建议大家设置到三到五之间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设置三 图片转视频消耗的分数就比较多 你看这次 它会消耗二十五分 我们点击生成 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 找到我们下一张照片 返回一下 在最底部的话我们可以点一下加载更多 它会把你之前生成的所有照片都给显示出来 而接下来我们需要选择下一组照片 比如下一组照片是它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我觉得这张还不错我点一下它 同样点击这个图片转视频 设置方法和刚才都是一模一样点击生成 接下来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 把我们刚才所有的图片都让它动起来 或者说你点击左上角返回一下 这里有个Motion就是运动 左边有个Motion就是动画 在这里面的话你也可以直接选 比如这里选择照片 这里选择你生成的照片 那也可以 当然的话你可以上传你本地的照片进来 它也可以帮你生成 选择第二个你生成的照片 那继续来选择你要生成的照片的动画 同样这里面点进来生成就可以了 重复这样的步骤继续生成 当然这个地方也有个Motion也是可以进行生成 我们点一下它也是一样的 这里选择照片 选择你生成的照片 全部生成完以后你可以点击左边Library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生成 所有的视频都会显示到这里 这里一个播放的按钮说明我们的视频的话 已经生成好了 你可以点一下来大概预览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生成的照片 这照片它已经动起来了 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我们刚才生成好的 你看这些视频动画 下载下来就可以 怎么样下载呢 方法都是一样 我们点一中文 我们把鼠标放在它这个上面这里有MP10 我们点击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把上面下载 都是一样点击下载 把所有我们刚才的视频都给下载下来 这个方法的话速度和效率的话也有点慢 如果说你想快速的生成这种视频 其实还有个方法 有个网站叫做VSUB 在这个网站里面 你只需要把你的脚本发送给它 它就会根据你的脚本 迅速的生成出你想要的照片出来 它里面的风格很多 你可以在里面选 比如说3D风格 动画风格 电影风格 漫画风格等等 只不过这个网站的话是付费的 这个网站它不仅可以做我们刚才说的故事视频 那它里面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视频 AS视频的形式 这种AS视频形式你可能之前也看到过 有风的话之前也做了一个 关于VSUB的一个详细的教程 相关点击的话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来到这个网站以后 你点击这里开始 开始以后 我们这里选择AS视频生成 我们选择他 不过这个网站 我跟大家说过这个网站是付费的 那最低的是29每个月 如果说你 这里还有个计划就是终身付款 Pro版本的话就是490 那每个月的话有1000份 那1000份用完以后呢 你下个月再来又有1000份 那这个是终身计划 那如果说你按月付的话 就稍微贵一点 每个月29 再进下一步的话 你选择你这个语言 你这个视频要用什么语言 中文英文 日文法文德文 那都可以 我选择英文 下面选择 你等一下生成出来的 图片视频的 选择你的图片视频的风格 那这里面有几种风格 比如说我们动画风格 我们选择可以选择第二种 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把你的脚本粘贴进来 我们刚才不是用GPT 已经生成好了脚本吗 那你可以加入脚本 复制过来 然后粘贴到这里 最下面的话 这个AI的话就可以一键 帮你生成 视频 那不会像我们刚才制作的这一步一步 自己来操作有点麻烦 比如说我们自己一步一步来操作 它的可控性稍微强一点 如果你想省市省力 如果你想省市又省力 那你可以用VSUB 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而详细的教程我之前也做了个 链接的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 那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视频素材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来到我们最难的一步 我们来进行视频的合成 那我要用的工具是简映的英文版 因为我们做的是英文版 那英文版的简映的话叫做CAPCUT 那它里面的话有一些字幕的效果 那可能比中文的话更符合国 可能比中文的话更符合国外的一些效果 文字特效 这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那兄弟们进来的话把这个英文版下载 安装到你的电脑上 安装好以后你在你电脑上搜索这个CAPCUT 大概的话打开就是英文版 点击顶部 点击右上角开始创业一个项目 导入我们刚才的所有的素材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话的人部 把雷拉到AI处理的视频也给导进来 我先把人部拉到下面的轨道上 把我们上面的视频的话按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下 稍微修改一下 如果说你做的是短视频 那么这里比例我们可以改成9B16 那长视频你就选16B9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短视频选9B16 中间有个拆检栏 你我们来拆检一下 你可以左右的 然后这里有个拆检栏 你我们来拆检一下 拖动一下左右拖动 因为我们用免费版 右下角有个Higin的一个logo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拆掉 然后选号点击右边确认 那你可以放到我们视频的上方一点 下面的话如果说有点多 我们可以把人物的话多拆掉一点 但这次的话我们不用这个拆键 我们用蒙版的功能 因为蒙版的话我们可以自由调 我们点击右边这里有个Mask 也就是蒙版 这里选择长方形 用这个蒙 蒙版来控制一下 我们要显示的区域 那你可以上下来拖动 比如说这个位置差不多了 给我们下面的话多预留一些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拖到上面一点了 接下来再把我们的视频的话 按顺序拖进来 就是按你之前生成的顺序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进行 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要多花点心思了 因为你需要保证你它上面说话的时候 要和你下面它上面说到提到的一些内容 最好和你下面我们刚才制作视频的画面的话 同时出现 比如说我上面提到的苹果 下面说话的时候 也最好出现一个苹果的视频 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而原理的话就是这样 大家需要花点心思 慢慢去调整一下它 那接下来我们点击 比如说后面视频全部选中 往下面挪动一点 那可以看到上面就是人物 下面就是我们对应的图片 每个图片的话你都需要把它拉下来 这个地方的话是最费时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需要保证你上面说话提到的东西 下面也有对应的场景的出现 这个你需要手动去调 我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只是随便操作一下 大家知道这个原理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以后 你可以点击中间的播放按钮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上面是我们的人物 而下面是对应场景的一个展示 那我们下面的话 是我们刚才用Naylada AI生成的 视频 那图片的视频 它会比单独的 它会比那种单纯的图片 看起来的话更有动效 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当然你也可以在下面的视频上 增加一些特效也是没有关系 因为简易里面有很多特效 这里有效果 你可以增加一些效果进来 不过我个人觉得的话 不要整得太花哨了 不然看起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简单一点 中间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分隔线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贴纸 当然中间的话如果说你想加个分隔线也可以 你要做的就是找到上面贴纸 中间的话找到一条分隔线 放在中间进行分隔一下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 还需要来增加一些字幕 让它看起来更舒服 增加字幕也很简单 我们点击 左上角的文本 这里自动字幕 这里点击生成 当然你用简映的中文版的话也是可以了 原理的话都是一模一样 也可以字幕的话 我们最好的话把它放到我们上面来 放到我们上面能目的地方 然后字幕的效果右边我们可以选一下 我们先点击右上角文本 然后这里有模板 里面有很多字幕效果 这种带有PRO的话就需要会员 那你可以找一些免费的来试一下 不过好看的话 基本都是付费版才可以用 免费版的话可以选择的不多 我随便选了一个 比如说我选的这个免费版 蓝色的还是可以 字体的话你在这个Basic里面的话 就可以来选 里面有很多字体 你可以在里面来选一个 这样的话只是做了个大概 不过说的话这样做出来有点普通 我们还可以让它效果更好 一个视频中间非常关键的一样东西就是音效 也就是音效的设置 音效的设计 原因很简单 音效能可以让观众的话 产生情绪的共鸣 那我们想要最大限度的刺激他们 音效设计的话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的话就是音效的效果 那这些效果的话可以让观众更加真实的感受到我们视频中的情景 那比如说如果视频中有人在哭在笑在吃东西 那跑步或者其他等等 加上对应的音效会可以让视频更有代入感 比如说两个人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一点脚步声 当然找这种音效的话确实有点麻烦 可以到一些棉版权的网站上去找一下 比如说PixBella 它上面的话 PixBella是一个免费的素材网站 它里面不仅有图片还有视频还有声音 我们进来以后点击右边 下面有个音效我们选一下它 相关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比如说我们来搜索一个脚步声 Walking就是走路 点击一下搜索 给大家听一下脚步声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搜索的声音 而不把这些声音加到我们的视频里面的话 我们把这些声音加到我们的视频里面 可以让我们的视频更加有代入感 选择好声音后你可以点击右边download 把这个视频声音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那这是第一种找音效的方法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素材网站 第二种的话我们可以通过AI来生产 有时候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里面加什么音效比较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来问一下AI 比如说回到我们刚才掐GPT 我们回到这个提示词生成的这个对话框 把这段提示词发送给他 我说我还需要一些音响情理 给我一些关键词 我好用AI来生成音效 比如说脚步声 然后叫他用真英文进行对照 因为我个上面的话给到他这些提示词 他就大概知道我这个故事里面可能用到了什么声音 比如说叹气的声音 窗户打开的声音 还有咳嗽的声音 关上门关的声音 纸张翻动的声音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视频里面有他这种 比如说看书这种纸张翻动的声音也是可以 电流声 机器运转 因为我们这个视频里面设计了一些机器 可能也还有一些机器运转的声音等等等等 而有了这些关键词以后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接下来就需要把我们这个声音转化成真实的声音 同样我们要用到11实验词来帮我们生成音效 还是点击左边开始 11实验词直接可以生成音效 比如说我们来复制一些关键词来叫它生成一下 比如说键盘敲击的声音 比如说机器运转的声音 复制一下来到11实验词 左边有个音效 我们点一下这个音效 把我们要的关键词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以后直接点击声音就可以了 重复这样的动作 比如说有一点风声 轻轻的风声 重量点击声声 我们说我们第一个场景 刚刚它在家里面拿到一本书 在写的时候 这里可能窗外有一些风声 我们可以声声风声 我们来视听一下就可以 有大风小风 这个也是风 这个风的话比较大 一个是微风 那我们可以用第一个声音 我们可以先把它下载下来 还有纸张翻动的声音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 后面有些场景 可能有些 这里的话 还有敲击键盘的声音 那我们也可以来加一个 键盘敲击的声音 点击右边声称 那你可以点击这里听一下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觉得我第一个还可以 让我选择第一个 而以此类推 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声音的话 都给加进来 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把我们刚才声称的声音 倒进我们的简印里面 进行进一步剪辑 声音加进来了 比如说找到我们刚才 敲键盘的这个位置 拖到它的嘴下面 我们来听一下 放在这个敲键盘的这个位置 就快 大概的话类似就是这样子 键盘的声音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比上面我们的主人的声音 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当你所有的声音增加完以后 接下来还有一个背景音乐 非常的重要 背景音乐的决定了我们视频的氛围 比如说你想要观众感觉到 开心难过紧张 全靠我们的音乐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选择音乐的风格 那我同样可以问一下其他GPT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GPT生成的画面 继续和他对话 我说你能推荐一些适合这个视频的音乐类型的话 比如说轻松的爵士乐 小提琴轻松旋律电子氛围 细节性的悬疑的音乐等等 搞笑卡通的音乐 那接下来我们有了这些关键词 那我们可以在他比如说 到达某一个情节的时候 加上对应的背景音乐就可以了 那有了背景音乐的关键词以后 那同样我们回到我们的Pixby 他Pixby里面有一些免费的音乐 我们可以下 比如说右边你这里选的music 你给他一个关键词 他会给我们这个关键词来帮我们找一些音乐 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视频一下 那里面有很多音乐你可以来找一找 找到你满意的音乐以后 点击右边 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音乐的话我们一定不要随便乱用 如果你在油管上面 当然油管的音乐库里面 还有很多背景音乐 你们也可以去找一下 来到油管的音乐库以后 你点击左边有个音乐库点一下它 这里面有很多音乐 你可以在这里搜索相关的关键词来寻找一下 对应的音乐 比如说刚才GPT这个爵士 同样你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来视频一下 你觉得这个音乐可以的话 那我们可以点击右边download把它下载下来 音乐下载好 要同样我们拖到简映里面来 把它拉到它的最底部 那后面多余的部分 可以移到后面来把它右边切掉 而一段视频里面 你可以多加几张音乐 根据你的情节需要加上对应的音乐 我们点击下面的声音 这里我们来个弹入弹出 那背景音乐不要太强 我们再更改一下它的声音 那比如说我们把它降低那么一点 如果说你音乐太强的话 可能我们真正说话的声音都差不多了 比如说你自己调 比如说-30-25都大概可以 全部设好以后 你就可以点击右上角 把整个视频导出来就可以了 那导出的话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1080P 分率的话 你可以选择30幀或者60幀都可以 点击右下角到处就可以了 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生成出来的视频的效果 那如果说我们的视频画面的结构精细 如果说你花点时间稍微去调一下细节 有很大的潜力你的视频有机会成为一个爆款 但是话又说回来 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 虽然你可能觉得你制作的视频非常的好 但这个并不能保证你的第一条视频就一定能火 为什么因为短视频的成功 还是需要一点持续的耐心 那短视频的短视频能不能火 跟运气其实没有关系 那真正建立一个成功的油管的频道的话 需要持续的发布内容 还有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而也许你的第一条视频它不会立即火 但是关键就是需要坚持的发布 不要因为你一两条视频的数据不好 那就觉得就放弃了 那越早开始的话你就能越早的看到效果 那我知道有很多频道只是发布一两条短视频以后 看了没有效果就直接放弃了 还有一些频道持续的发布 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 那累积出可观的观看数量还有粉丝 那如果说你看到这里了 那说明你对这个流程的话非常感兴趣 想要自己尝试一下 那说实际一个成功的频道 那有很多细节都需要注意 那不可能在一个视频里面讲不透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油管的运营的很多细节 我这个频道还制作了非常非常多的视频 那有很多干货 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订阅 那这个视频就是教大家怎么样用AI一键生成我们今天 花这么长时间生成我们的AI视频